由于阴入羹 疑心疾重 向影心一直找不到机会 他甚至觉得 这个刺杀行动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 一天去街上时 向影心在人群中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人正是毛人缝 向影心这一去 可就是真是没有消息 戴老板着急呀 我就在想 此时我要是能助向影心一臂之力 戴老板一定会念我到 是吧 在见到向影心后 毛人缝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包白色的粉末 趁死下无人屎 偷偷递给了他 那是一种 无色无味的 只要给那姓英的伴侣下一条 我保证 不立刻命当同 在将毒药带回音府后 向影心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暗杀阴入羹的机会 因为乳羹每天晚上都要吃一碗面面 那我何不在这碗面里面下手呢 所以那天我就心血来潮 我告诉他 我要为你煮这碗面 然后我就让朋友退下了 我告诉他 这一碗面 我来煮 江影心一边留意观察四处的动静 一边在厨房里忙活着 在面煮好之后 他立即从胸口的鸡心向面中 取出毛人缝给他的毒药 并且加进了面里 随后他将那碗面端给了阴入羹 我跟他说 我让他趁热吃 可不知道这老东西 他是处于戒心 还是他真的 他居然 让我煮过嘴 为他 这要是一般的女人 恐怕早就露馅了 可是向影心是谁 他当时一边撒娇 一边假装生气 还说 我辛辛苦苦煮的面 我还得喂 真成老妈子了 就这句话一说 阴入羹老老实实的 就把碗端起来 眼看大功告成 江影心终于松了口气 可是今想 祸害一千年 就在大罕见阴入羹 要吃面时 警卫员突然报告 外面有人找他 刚端起的碗 他又放下了 被让我着急的时候 心婴的一去了 他居然去了三个小时 向影心左等右等 不见一路跟回来 他知道 再这样等下去 这碗面肯定会出问题 所以他决定 立即将这碗面端出去倒掉 可就在此时 却被匆忙赶来的 阴入羹一把拦住 向影心的身份暴露了 人证物证俱在 向影心怀口莫辩 阴入羹当场就将他抓起来 关在北平的一处民居内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事 向影心却逃走了 暗杀行动失败 而且已经打草惊蛇 向影心自知这次坏了大事 就算他逃出阴入羹手掌 心狠手辣的戴笠 也不会放过自己 危机时刻 他再次想到了毛人凤 而此时 毛人凤早已步步高升 在军统成立后 成了军统的机要秘书 甚至连蒋介石都夸他 重见无风 是个人才 这一天 毛人凤正在休息 忽然外面通报 有个女人来找他 不知道 我当时第一次 是向影心来的 不出毛人凤所料 找上门来的女人 正是向影心 连日的风惨露宿 加上担惊受怕 昔日美人如今灰头土脸 一身粗骨衣服 与以往军统裙带花的形象 相差十万八千里 能活着回到重庆 我已经很保险 在逃亡的路上 还哪能绞尽那么多样 向影心千方百计 找到毛人凤 就是想让他出面 向戴笠隐瞒 这次行动失败的具体原因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这个平日里 口口声声 愿意为自己去死的男人 却将整个暗杀过程 一字不落地 汇报给了戴笠 这让他十分意外 可让向影心意外的是 戴笠在得知 整个暗杀行动的经过后 并没有处罚他 而是决定将他嫁给毛人凤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戴笠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戴笠的葫芦里